然後他的專案名稱是公民團體資安暨隱私交流計畫 那我們時間交給宇廷 好大家好我是宇廷 這是一個運行已經五六年應該有了的一個計畫跟組織 然後大家最近應該有看到就是隨著全球的政治局勢又越敏感 台灣像台鐵政府或便利商店的看板都遭到篡改 然後這也是顯示了我們是一個處於高治安敏感的國家 然後這是一個公益的計畫 然後會協助公民團體做資安的環復 然後我們有課程也有入侵的檢測或者安全漏洞的掃描 然後我們所有的內容都是開源的 然後這些課程你可以自己下載 你也可以分享給其他人 然後我們第一次有報告 報告其實到現在還有只是這裡還沒更新而已 然後我們在招募什麼呢 我們在招募資安獎值非常缺 所以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來跟我聯繫或跟這組織聯繫 我們可以把你從資訊麻瓜交到會做資安環復的人 然後甚至於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還有機會參加國外的訓練 對當然就是要全英文的環境 然後有機會的話你也有機會參加到第一線的公益的機會 然後在我們過去的經驗裡面確實也都真的有發現某些政府組織的供給 或者等等的這些紀錄 那當然就在我們的報告裡面有時候都會看到 然後我們所有的 找我們協助的組織我們都用代號稱呼 然後我們成員也用代號稱呼 所以大家都是還滿安全的不用擔心 然後這個志工基本上他們都是就是無心自願的 那如果你要Full Time的話其實我們有一點小預算 所以也歡迎來跟我們聯繫 好 謝謝 謝謝雨婷 謝謝雨婷 我開始時 informação 好囔心